PASSIONTIMES.HK 聽歌啦! Hello 歡迎回到PickPack樂壇的時間 我是Joey 首先多謝上星期的課金 但那些事情我會轉到第二節先說 因為第一節有非常多話 我希望可以一節說完 剛剛展示了這個 這一節很明顯是關於MIRROR的事情 我想說這個非常不幸地 為什麼我們每一次團結都是一些不幸的事情 這麼負面的事情團結 就是這幾天令鏡粉再一次團結的事情 眾所周知 鏡粉十二個不同的粉絲 經常都有很多爭執 我們現在這幾天也綜合了 鏡粉在三件事上 暫時來說在三件事上會團結的 第一就是叫MIRROR唱WARRIOR 因為到今時今日都沒有看過WARRIOR live 這是第一個團結點 第二個團結點就是我們鏡粉也很討厭MIRROR的造型師 因為經常穿到他們不倫不類 我之前的節目也有提起說過這件事 而今次的事件 就是大家都非常討厭TANK 在開始說這件事之前 先離身 討厭的真的只是個別某部分的舞蹈員 不是全部 很多舞蹈員都非常好 我也很喜歡很多舞蹈員 但是 第二就是 比SUNIRROR 和比SUNIRROR 比SUN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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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今次針對的對象 這一節也是先戴上我的頭盔 其實 這件事發酵到這麼大 我覺得AK也可能會不開心 我這次是一個小懶人包 因為我看見有些比較新的鏡粉不太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所以我這次總結 即是今次事件 接下來說的話,當然AK不會聽到 也希望他不要看到標題 但這幾天的Threads 我的Threads是完全看不到其他東西 大家都是瘋狂丟同一件事 是對AK不住的 我覺得可能真的會傷害到AK 但沒辦法 令AK難受,不好意思 但我們鏡粉也受夠了 上星期我雖然沒有寫題目 說了AK的演唱會少少 說得不太深入,因為我沒有看現場 我也是看網上片段 還有那天MakerView的Live 因為我沒有時間,所以我沒有看 所以我也是主要看網上片段 還有一些FanCam 上星期也有說 其實很多觀眾都不太滿意編排 因為我看到最多人說的就是 其實我不看現場的話,我感受不太大 因為我看到一些FanCam 都真的對著AK 所以我就會說找不到AK 但上星期也有說 很多人覺得 很多舞蹈編排上 實在有一個這麼小的舞台 認識太多人 看不到AK 而且很多時候會被其他舞蹈員遮遮了AK 大家的觀感不太好 上星期有 很多人都說這是不普遍的思考 我想很多人都以為是不普遍的思考 但其實大家都是避免AK 還有喜歡AK、愛護AK 就不想盡量不批評這麼多 那倒火線就是Tank 舞蹈總監出了一個姿勢 還有之後朋友再出姿勢去潑火水 其實不是想AK難做的 不想AK變成磨心 但你們這些人 除了AK之外 待會再說當日什麼 你們這些人是跟MIRROR全體 和鏡粉過不去 尤其之前一些 直接被剿的MIRROR成員 例如Anson Lo Eden Lokman 的粉絲 當然我覺得是更加接受不了 即是 接受不了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說 今個星期是因為一個POST 大家的不滿就爆發了 兩年積累下來的不快 說的是演唱會舞蹈總監Tank 他就出了一個POST 眾所周知大家都 即是 現在他剛剛是 AK演唱會舞蹈總監 那麼 你只是舞蹈總監 他出了一個POST IG 就說 人生第一次處男show 圓滿結束 這一句就已經勒慶了大家 因為其實很多 上星期看到很多POST 不普遍的見面就是 還有說 就是 我現在是想去看AK 不是想看AK&朋友 那樣 因為很多部分都AK&朋友 但是那樣接受 因為知道AK是個很重朋友 很重義氣的人 那樣 但是這個 聽說的 人生第一次處男show 圓滿結束 就好像 大哥 演唱會是AK 不是你的 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否詞不達意 還是怎樣 中文不好 還是怎樣 然後還有 就是 我就是說一些 即是激怒 大家的部分出來 就 有TAGAK就說 想大大力表揚你 這次真是聰明 大過兒子了 然後 大家會覺得 就是你 憑什麼高高在上 這樣說呢 就是 憑什麼高高在上 首先 那個show不是來的 然後 不知道 以為是他給機會 AK 不是AK給機會他 然後 其實還有 粉絲 CAP 去年 他 幫Eden 的show 排舞 的post 都是在讚 Eden 其實也很奇怪 站到那麼高高在上 不過 可能 那你教跳舞的嘛 那你稱讚你的學生 那你博不到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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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以為那個是Tank演唱會 不是AK演唱會 然後 其實 原來 他出了這個show 原來很多fans都不滿意 就是看到那個名字 但是 大家都不出聲 因為 AK跟你是你兄弟 那 直到 直到他出了這個post之後 就辣慶了大家 那 大家不喜歡你 但是接受了你 但是 你還走出來 就是 圈奔奪主 高高在上 那 那 大家是接受你 不是原諒你 就是 我們是喜歡AK 我們喜歡鏡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愛家 求婦 喜歡你的朋友 你的兄弟 就是不一定要喜歡AK的兄弟 就是 例如我們 接受不到Frankie的女兒 就是 就是 就是一樣 那 其實他出這個post 還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 演唱會監製 細榮 呢 他在那個post那裡留言說 希望你從此明白監製要平衡很多東西 就是這個很 我覺得都很證明到 他個人有多聽 多麻煩 才細榮 那麼軟轉的樣子 這樣說了一句 這樣的話 Anyway 其實之後還有一個 其實大家罵到差不多 我覺得 那個火 開始罵到沒有什麼特別 要繼續罵下去的時候 他們的朋友 還有一個叫Edwin 又再出post 然後幫他鬥 然後令人更生氣 這樣 這個就稍後再說 介紹一下Tank這個人 就是 有人不知道他是誰 他是一個舞蹈員 《全民造星1》的時候 他自己參加了 但是當時要退賽 因為他有一個演唱會 然後 演唱會就撞了比賽的旗 就 哭哭哭 然後就說退賽 那時候也覺得 有些可惜 沒什麼 怎麼知道 《全民造星2》的時候 又再參加 其實他都已經不是非常討好的人 他再參加的時候 然後 當然《全民造星2》是很奇怪的 因為當年 是無緣無故又再加回12個MIRROR 成員下去 AK跟他 一早就已經是朋友是兄弟 好像有小孩玩到大 諸如此類 而《全民造星2》的時候 去到10強的時候 AK就放棄了自己的位置 就給了KANK頂上 其實這些也不是很重要的 介紹一下 他的背景 還有為什麼他 他不是完全沒有人 大家都認識他 大家都記得他這個人 所以 也會令大家 討厭他 也會比較明顯 因為他實在太 路視上出現了 他又很視乎 Anyway 一直沒有什麼 到達到演唱會的意外 其實 我們粉絲原本也很關心 一些舞蹈員 我們是站在舞蹈員那邊 但當時大家都是槍頭一致 大家都在罵Makerville 罵大國文化 罵 做這個演唱會 應該要負責任的人 為安全負責任的人 最初我們還是說 12加24 因為當初是有24個舞蹈員 當初我們都很擔心舞蹈員 我們以前是真的愛屋及孤的 我們都很擔心他們 我覺得尤其是鏡粉 會對舞蹈員的感情 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其實MIRROR 都有好幾個是舞蹈員出身的人 所以大家都很關注舞蹈員的權益 Danser當初的聲明 都是說大家站在同一陣前 就是 MIRROR12指 與我們軍賣力演出 此刻與我們一起共渡難關 請勿將責任歸咎於演唱會 任何一位表演者 理所當然 因為不是表演者 令到螢幕掉下來 即是 任何一個站在台上的人 都有機會受傷 甚至乎 那個意外 是足以 可以令人死 當初大家都站在同一陣線 但不久 有些舞蹈員 最多 就是TANK 以及她的女兒 方方 她也參加過兩次《全民造星》 其實第一次她參加的時候 我都可以喜歡她 因為她跳舞 她好像很聰明 但其實第一次已經很多人不喜歡她 但到第二次參加的時候 就超級犯眾 惹人討厭 因為她有點假扮大哥 但很多人第一次已經不喜歡她 然後她們無緣無故 其實我都不明白 為何會無緣無故 開始攻擊MIRROR 即是罵了她們 12個表演者 即是MIRROR 12個 即是 她們罵到那個 那個情況 好像不知道 以為當時只會有些舞蹈員在台上 而MIRROR不會在台上 即是大家 都一起是 在台上的表演者 那個危險 是大家 那個風險 是大家都有的風險 即是罵到一個點 就是 好像不知道 偷工減料 那個是她們 但 而且那時候 其實 出事之後 AK是很努力 去爭取 保障 Danser的 醫療費用 還有之前都說過 Ian和張敬軒 默默地去提供 心理輔導 給一些舞蹈員 這樣 但是 她們還攻擊MIRROR 說她們為這間 黑心公司做事 也當時有曲解到 Lokman的訪問 然後罵Lokman是狗 總之什麼都尷尬 然後 當時鏡粉 有幫Lokman澄清 然後 剩下的就是 他們的冷嘲熱縫 一尷尬我們鏡粉 那時候 就說到 我好像 支持MIRROR 就是支持MAKERVILLE 我們也是沒有良心的 其實 在 Lokman之前 鏡粉是有聲音 叫不如不要做下去 因為由彩排到 日三的時候 也有很多意外 我自己也做過一集節目 做過一集大香港講 這件事 希望 MAKERVILLE 檢討好安全問題 才讓表演繼續下去 那 鏡粉 周圍鏡粉 一直都希望可以爭取到安全 但是我們沒有權 停止表演 MIRROR 自己也沒有 沒有 沒有權 沒有辦法 一起不做過表演 那 出事之後 鏡粉是有 一起幫口罵公司 有成立關注做 想幫Danser爭取權益 這樣 我們曾經都真是愛屋及烏 然後 這幫人 就罵MIRROR 繼續幫這間無良公司做事 說他們出來接觸 他們也休團了一段時間 然後說他們出來接觸 又是涼薄 又等等 但是他們自己 也有繼續工作 他們可以說自己是守庭口庭 但是MIRROR 就不是守庭口庭 其實我去年都不記得了 去年《全民造星》的時候 亞軍KC 我也有跟他合照過 他也是當日有份罵MIRROR的人 有份調MAKERVILLE的人 沒有良心 黑心公司 我到現在都覺得是 我不是喜歡MAKERVILLE 我不是MAKERVILLE的支持者 我是MIRROR的支持者 那 那個KC 當日也有份罵MIRROR 罵MAKERVILLE 現在不是又是 走去簽了給MAKERVILLE Anyway 其實我由後到尾 我都不明白他們生氣MIRROR 當時摘到的人 真的不幸運 是摘到還是沒有 但其實是有可能摘到任何一位表演者 他們生氣 我明白 當初都明白 他們的一份子受到這麼大的傷害 是應該生氣的 是不明白為何是MIRROR的錯 以及為何是鏡粉的錯 就是 但是我們有鏡粉 有《Survivor's Guilt》 我們不搏 沒有搏過嘴 忍氣吞聲 就是 你可以說 沒有MIRROR的音樂 就是不會發生這件事 是的 所以當日 到今天 一直被人罵 都忍氣吞聲 就算真的與我們無關 都沒有出過任何聲 沒有搏回MIRROR 不是 沒有搏回舞蹈員 就是當日 那些舞蹈員 我們都沒有說 群起義工之下 去搏他們 因為他們的傷痛 明白 他們的生氣 那 好 你們生氣 那就不要這麼好骨氣了 Tank那間武術 武... 武道學校 Dance Beat 主要是教MIRROR的音樂舞 知道有些舞蹈員 從此以後 有拒絕教MIRROR的舞 那 我明白 這樣就有骨氣了 你繼續教MIRROR的舞 接著又出現了 在MIRROR團Con SoloCon 但大家都沒有出聲 而且 我們現在的槍頭 真的只是 對著 Tank 方方 他們的幾個 因為有粉絲 製造了小喜寶 有剪圖 所以 我們現在都不是 拒絕他們 現在當日 有Dance 是為了亂吊 隊長 而道過歉 那 那 OK 但是 Tank 和方方那些 即 方方是他女朋友 即 如果我剛剛沒有說的話 喂 你們亂吊MIRROR 亂吊鏡粉 你們沒有道過歉 你不要承認過你們錯 甚至乎 你曲解完 曲解完 對象之後 我們幫隊長澄清 因為你只是看文字報道 接著就曲解對象說的話 接著 你們澄清 我們幫隊長說的時候 又澄清的時候 你就出了個Story 即是方方 就是O Sorry 即 這個是真的道歉嗎 然後 其實 其實我不知道 究竟 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 其實他們 到最後是怎樣 跟AK和解 又或者 跟MIRROR和好 他們的兄弟 究竟怎樣和好 那 他們的兄弟是AK 當時一罵就罵了這麼多人 即是 其他日外 很合理 還有 也是那句 喜歡AK 不一定要喜歡AK的兄弟 即是 鏡粉 小器還小器 但 例如 Ian演唱會的時候 Band Dancer Band Dancer 我們是忠心地為他們鼓掌 他們的表演好 他們的表演好 還有 沒有這麼有印象 他們又沒有評擊過MIRROR 什麼 就算 假如有也好 至少他們不是 Tang 和方方 那些 你去到全民造星 那些 你去到全民造星 那些 又經常在這裏 狂出帖子 大家有剪圖 大家記得 其他那些 其他舞蹈員 都沒有這麼 我們未必有這麼有印象 因為 你們 沒有上升到 好像Tang和方方 那樣令人有印象 而且 Tang和方方 是真的特別 毒舌 去吵 當時說 最多的就是他們 罵得最厲害 所以比較記得他們 所以 這次的 槍頭 是真的 直指 Tang 主要 不是想拉起其他 Dans 下水 不知道中間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他們 但是 MIRROR 都隔了好一段時間 才叫我站起來 他們休團 都休了好一陣子 我們鏡粉 都等他 等了很久 他們 最低落的時候 他們幾個月沒有接任何工作 等等 那些 Danser 都是繼續 他們是很傷痛 我也明白 但是他們都繼續有接作 繼續有 教班 繼續有旅行 那MIRROR 呢 即是 他們就不能失去工作 即是 例如 Tang 聽之前 即是 複述回聽之前 《全民造星》的時候 就說 他 撞期的表演不能推 因為簽了約 如果要推 就要賠很多錢 那MIRROR 都簽了約 他們有權 不工作嗎 他們有權不繼續在這間公司工作嗎 嗯 即是 怎樣 他們不接作的話 不工作的話 他們吃西北風嗎 真的很好笑 那不要緊 到最後 MIRROR終於出來 你們又貼回去 但又說不是貼 都很好笑 不是貼 這樣不是貼 即是 有說 OK 首先 你的學校 專教跳MIRROR的舞 這樣不是貼 那 那 不是貼 不是貼 然後大家其實是繼續一隻眼開 一隻眼閉 就算 在MIRROR團Con看到你們 大家有沒有發聲 去到AK SOLOCon看到你們 大家有沒有發聲 最多大家 在FRECT那裡說 AK 要大家感謝他 的時候 最多是不拍手 即是 說就說 好像也有人聽 但不多 大家都尊重AK 但最多是不拍手 即是沒有拍不下 那隻手 直到你走出來 自己走出來 說到自己的表演好像是你的 這樣 大家才終於 兩年不滿的情緒爆出來 最少爆出來 頭一天 是有些 鏡粉 罵有人 帶風向 陰謀論 Hater 大哥 我們不是攻擊AK 即是 可能有些 真是這麼愛 屋及烏 可以接受到 但是 這件事再多一天 事實就證明了 大部分的鏡粉 是生氣了 然後 KANK 好像受害者 在IG上發了黑圖 故事 然後 剛剛說過 本來 我覺得好像燒到差不多 然後 Edwin 就出帖 不知道 Edwin是 他們的朋友 這樣 說 他們 兩個兄弟的 處女 處男 表演 厲害 原來這個表演是AK&TANK 演唱會 原來 他就說 他們是兄弟 他們是家人 全部家人 然後 說 大家幫助大家 AK幫助大家 我們都在幫助他 大家都在幫助大家 大家需要大家 然後就說 我們不要這麼低俗話 用癡 利用這些字形容他們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 不會被利益影響 無論多少錢都一樣 然後 就叫大家 對過去的一些言論 很執著 然後 又說 但希望大家 代入真實 當發生一個這樣的意外 而出事 是自己的戰友 可能你們會失去理智 或者分析能力 衝口而出的一些說話 OK 你衝口而出 之後 你又沒有 道歉過 然後 他們又有體諒 沒有放在心裡 然後 就叫鏡粉 大家放過他們 放過自己 然後就說 不是要大家轉為支持他們 但也不要用你們的鍵盤 繼續去傷害他們 因為我們也可能低估了 自己的說話 對當時人來說 是多麼傷害 我們當時 鏡粉當時 兩年前被你們罵到地底來的時候 這樣 我們全部都是沒有良心的 而且 你說得好像 你們兄弟 合力去完成一件事 好像說到 演唱會就是你們兄弟的事 他是一個表演 我沒有 人家是真金白銀進去看AK的 然後叫我們不要為言論這樣執著 叫我們放下 其實大家原本都放下了 大家 即是沒有原諒 但都接受了 Anyway 這個就是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但我自己一個 我也有點個人感受 因為其實我自己 都 我也是一個很move on的人 盡量都不去看 過去 我也差點不記得了 因為 做鏡粉 一向都有很多 黑人 但是 鏡粉 這個身份 變成罪人 就是從那一刻開始 那時候 黑人 就好像有一個 理直氣壯的理由 去吵架我們 就是 舞蹈員 可以吵架我們的時候 然後 那些黑人 就順手 就吵架我們 好多我們喜歡MIRROR是罪 因為 他們 就覺得 因為MECAVIL 是黑心公司 which I agree 但我們喜歡MIRROR 就是 付錢 黑心公司 我其實都很討厭MECAVIL 但是 我愛MIRROR 那怎麼辦呢 我們都愛MIRROR 那怎麼辦呢 作為鏡粉 我們真的委屈了很久 其實一直都沒有為自己辯護過 我也辯護不了 因為我也很討厭MECAVIL 但是 的確我也有給錢他們賺 那我辯護不了 但是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 所以 Move on 就是很開心 他們終於上回軌道 那 大家都知道 我是HELLOS 那 就 開心很多人欣賞IAN 亦都開心MIRROR 重返軌道 就算 沒有當年 出事之前那麼紅 都無所謂 只要他們繼續平安平穩 這樣發展 所以 對於我們鏡粉來說 就好了 最後也是那句 接受他們的存在 不代表是要求 但是不要要求 我們去原諒他 而且他們都沒有覺得他們錯 沒有道歉過 那原諒什麼 我覺得以後不要這麼多 這件事會過的 作為鏡粉 我們都是想MIRROR好 就是這樣 對 這件事就 對 希望快點 沒事吧 希望 希望 他們收爹 就 聽 和放放他們 收爹 說真的 我們可以怎樣 我們都是繼續接受 但是你不要 要求我們去喜歡他們 不會 就是這樣 希望其他鏡粉們 不要因為他們而脫分 那 也不是 鏡仔們的錯 就是這樣 待會兒再說其他 我說完 感謝我的 平時向上的聽眾們 可能你們未必很想聽MIRROR 但是也聽了我剛剛那一節 那 跟剛剛那一節 其實中間已經相隔了幾個小時 因為我肚餓了 去吃飯了 還有首先 因為我想 因為我想多謝你們課金 但是呢 剛剛幾個小時 我 Refresh了幾個小時 我都開不了我的課金頁 看回課金 所以 Anyway 我看到 多謝你們課金 我上個星期 我不是 我不是 你們沒有寫東西 有寫東西當然是開箱 多謝 然後 因為說 失戀之後 跟朋友出去聊幾晚 就沒事 我都 嗯 都是的 叫我逃避了 我都覺得 通常 就是去玩 總之就是去玩 就會容易一點 沒事 如果肯定是 肯定是分手的 肯定沒有彎轉的 那我也覺得 沒有彎轉的 那我也覺得 沒有彎轉的 無謂 沒有彎轉下去 轉過牛角尖 那我就覺得 哈哈 那另外還有說 伴侶偷食而飛去 不算失戀 是解脫 嗯 對 你說得非常之沒錯 對 就是當刻 你會覺得是失戀 就是被人 被人 被人 叫了長腳 那樣 那 那 但是可能也是報應 因為我都不是一個 非常好的人 哈哈 哈哈 那 那 那 我有什麼說呢 這個星期 我應該現在 應該不是在 檢查室裡 哈哈 因為這兩個星期 老闆飛了日本 然後 今天 好像今天 火高好像是今天 飛日本 那 然後 就 對 然後 然後 所以 那 老闆就決定了這兩個星期 長劇 長劇組都放假的 那 所以 難得長劇組放假 那我今晚就會 探姐就會過來 那所以呢 那 就不會這麼晚睡了 所以我也挺肯定我不會在 chairroom裡 哈哈 對了 那 那 放兩個星期假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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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因為上個星期 其實大家 唉 我不知道 就是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 自從開了失眠書店之後 其實我到現在這一刻 對於我的角色 都是迷惘的 都沒有很拿捏到 而且 也是那句 我不是一個擅長喜劇的人 我不是一個很有喜感的人 然後到上星期拍劇的時候 非常之感激老闆 是 即是 有個位置 他想突顯一個punch line 然後 我就做不到 然後老闆就說了一些reference給我聽 那我就覺得 我有些方向去學 因為 是的 我沒有 嗯 即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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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說 例如喜劇演員做得 一些女的喜劇演員做得好的 就是由 薛凱琪 楊千華 我覺得楊千華 楊千華 我覺得是學不到的 他那個 他那種 slightly offbeat 呢 我至少不懂得學 但是薛凱琪的話 我也覺得 也可能有機會學到 這兩個星期就很好 我今個星期看了兩套 薛凱琪的電影 哈哈哈哈 希望這幾個星期 即放假這兩個星期就 好好地去吸收一下 去領悟一下怎樣做喜劇 就是 因為之前喪屍是 即是我不懂得做喜劇 喪屍那個喜劇是用一個 可能是一個誇張一點的 手法去表現出來 但是 還有喪屍的喜劇部分 很多都很靠剪接 但是今次就 因為全部都是對白 對 我未掌握到 真是誠實地說 我是未掌握到 那我也覺得 我有點慚愧的 嗯 那 短劇方面 雖然暫時來說 我也拍了 兩個 一集過的短劇 那 但其實也是一個 戲劇向 那我就 都 我都不太肯定 我做得怎樣 但是我很感激 很感激 老闆是肯教我 肯告訴我 就是 那個方法 是什麼 或者那個 重點是什麼 就是 至少他不會 跟我說算了 哈哈 因為其實老闆現在 個人 豁達了很多 他經常有些事情 就是 他覺得沒有辦法 短時間之內 可以 可以 改進到的事情 他就會說算了 但是我不想我的演技 是就這樣算了 那 那 是的 老闆說我做這個角色 好像 我平時做節目的那個 其實是 哈哈哈哈 其實我平時說話 也不是我做節目的那個 所以我是換了一個 我平時說話 其實 我平時說話 很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平時說話 沒有那麼益樣頓挫 都一樣頓挫 的 那 嗯 其實我平時說話 也沒有那麼有表情 那 但是做節目的時候 那 那 是 因為我一直都掌握不到 這個角色 應該怎麼做 所以那個 就 變成平時做節目的 那樣 是的 那 唉 希望可以快些 改進 我自己改進的方法 我除了是 我只是不斷看到自己的吸收為止 那 希望這兩個禮拜 能夠吸收到 是的 那 Anyway 然後呢 我本來呢 因為呢 今天 今早 大香港的時候 Eddie好像很爆 那樣 但是我就是 我忘記了開來聽 我是開了一陣來聽 然後 我有事情要做 然後我認識了 然後 之後呢 我忘記了 然後 然後 我聽了頭兩節半 然後呢 然後 我看到 Casi 在群組那裡 CAP 皇后 什麼 什麼 此節議員 然後我記得 開了她聽 好像說了一些很爆的 然後我覺得 嗯 因為我知道她是在說 類似 追女 追女 追女的話題 然後 Expert I'm the expert 然後我本來 很想聽一下 她有什麼謬誤 然後 然後 FREE RIDE 那一節 但是到現在 其實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我也開了節目的 等一下 我等了很久 都還沒上傳 今早的 但是香港 所以我還沒聽到 第四節 但是我也覺得 我覺得Eddie這個 就是 免得太過 抨擊 或者評論 那些同事們 我覺得 Ivan其實是 溝到女 Ivan 雖然經常開王匡 但是 她是那種很小 孩子的那種 開王匡 雖然可能 在今時今日的標準 是可能 有些性騷擾 就是 之前跟她玩 折忌 她實在太踴躍了 那次 就是玩 扔忌 那次 她的踴躍程度 都有點 但是你會感覺到 她是小孩子 那種 那種 開王匡 那種 那種 我覺得 Ivan 以 從一個女性角度 從一個 拍了不少拖 的女性角度 我覺得Ivan 是溝到女的 Eddie 就真的 我還未聽今天那一節 我不是每個星期都有聽她的遺論 但是 我覺得她是會有些難追求的 而且她也比Ivan大幾年 難追求的其中一件事 她的性格有少少不認 不認輸 呃 怎麼說呢 自尊心很強 就是說 她之前說 什麼 我也有錢 那 就是幾千元而已 就是說她什麼五千元 買了五次 的按摩 那這些有少少充大頭 那 那就會只吸引這些 那些 就是想要騙她錢的女生 那樣 呃 外貌方面 就兩個差不多了 我覺得 兩個都不英俊的 Sorry 那 嗯 但是兩個都高 但是 你讓我回帶回20年的話 假如 她兩個都追求我 我就會選Ivan 嗯 Eddie的性格要先改一下 那我還沒聽她今早有什麼遺論 不聽了才算 那我唯有也是 就是 FRE RIDE 這個禮拜桃花島的題目 異地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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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地戀來講 我真的是expert 我 我就覺得 長一點是不可行的 尤其 年輕人長一點是不可行的 我自己來講 我已經不需要見得多的人 我以前拍拖是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見一次 其實我都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去到長一點的時候 就真的不可行 那 離開過一個人 其實真的很容易探 我上星期講失戀的時候 我都講了最好的方法就是 去過旅行 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改變你的生活環境 那真是out of sight 是out of mind 那 所以 尤其是我年輕的時候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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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 我是 我經歷過很多段 異地戀 那 就 沒有一次work 那有些都是我糟糕的 但是其實又 我又不是 但是每一次都不是因為有第三者 其實 那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會淡的問題 就是這個 我覺得現在 現今科技發達 是會怎樣都好過以前的 因為以前 我以前很長一點的時間 是 長途電話 還要付錢 我以前很長一點的時間 還是 打長途電話 還要付錢的時間 但是 又沒有去到 一定要光顧IDD 就是 我那個年代 已經有那些電話卡 可以打去接駁 然後 是便宜的價錢 這樣 這樣 去談長途電話 就是 我又沒有去到 很遠古時代的 浪天 但是 始終 你是要付電話費 才說到長途電話 而且又見不到面 以前沒有Videocall 這樣 那我覺得是 真的難一點 就是現在 今時今日 我覺得就容易很多 因為你都可以 長時間 你可以開Facetime 會看到大家 打電話 Message 又不用錢 那我覺得 都比較 沒有那麼容易淡的 但是 時差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張柏芝很久之前 有首歌 我已經不記得了 那首歌叫什麼名字 但是 這首歌是 他的歌詞是 你可知 時差的最壞處 他可分開世間 可將良心變異 我唱得那麼難聽 應該Youtube不會黃標我的 希望 應該沒有音樂底 Youtube不會黃標我的 我想 Anyway 是 時差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時差 你會生氣 尤其是 如果你天晚上 顛倒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 例如我 如果那天是我的天 我的早上 我早上 我就是 我以前是一個 我講很多電話的人 都是晚上講電話 但是 如果晚上講電話 人家是早上 早上人家 可能要上學 要做事 但如果早上他帶來 我又要上學 我又要做事 我會生氣 然後 然後 有時甚至 可能他 他教到一個時間 是下午 我剛好就在睡著 下午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 還有 因為我其中 等我 有一個 就是 他會他的夜晚 打給我 但是 就是我的早上 我又沒有那麼早起床 那我就會生氣 這晨早上 打給我 吵醒我 可能到了週末的時候才會講一個長一點的電話 少說話 我不需要經常見到 但真的需要經常說話的人 跟另一半要說話 所以有點困難 然後 然後 那我就說一下 1 2 3 4 5 6 我隨便想一想 我都有六段長一點的關係 但放心吧 我每段關係都很短時間 有些都沒有發生過任何性關係 我不是拍拖 我長一點真的沒辦法長 首先第一個 我的初戀男朋友已經長一點 那時候我十二歲 她十六歲 之前也有說過 我是暑假的時候 因為她是我表哥的最好朋友 我暑假的時候去英國 然後跟她拍拖 然後回到香港之後 可能一個星期趕一次電話 還有寫信 但回到香港隨即很快 那時候我只有十二歲 隨即我很快覺得不喜歡 還有 煩的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十二歲的時候很快就覺得不喜歡 哈哈 然後下一個就是 因為我十五歲的時候去了英國讀書 那這個就有 我有一點點福 這個我十五歲的時候去英國讀書 那時候我在香港有個男朋友 但我飛機上面已經認識到 另外飛機上面那個男朋友 有什麼進展 但其實很快已經跟香港的男朋友分手了 之後我才跟飛機的男朋友在一起 跟香港的男朋友分手 其實我也不太記得是什麼 啊 因為我原本在香港已經想跟他分手了 但是因為那時候 他威脅我跳樓 然後我才沒有跟他分手 然後我去到英國覺得 好像那個距離遠一點 等他慢慢探望 才跟他分手 所以這個其實應該不關Long D事 這個純粹因為我原本已經想跟他分手 好了 當這個沒關係 但也長一點了 可能兩個星期 之後就有飛機式那個 飛機式那個之前也有說過一下他 飛機式那個我跟他分手的原因是 那時候因為我父母要求我如果留在英國的話 其實我們在英國的時候 因為他住在另一個城市 就是他搭火車來找我也要兩個小時 其實那種已經 就是在外國來說 你就算是同一個國家 你不同的城市 已經算是Long D 但是我們那時候 都Long D了幾個月 都維持了幾個月 但是因為那時候 我父母就要求我 要是去到Boarding School 要是回香港 然後我選擇了回香港 那麼 我選擇了回香港的時候 那個男朋友 由知道我選擇回香港開始 他就經常的情緒很差 因為他就覺得是等於 我們的關係有限期 那麼他帶我幾年了 他就一早很認定Long D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就一直都很 很擔心 就是到了 那麼 那時候應該是 好像過完Easter的時間 然後他是擔心我們會 他會 就是Long D 然後他就會覺得 一Long D就沒有了 但是 終於 他就 在我們真的要Long D之前 他都承受不到壓力 然後就 然後就分了手 就跟我分了手 他是 那時候初初是以消失的方法 跟我分手 但是之後他寄了封信 就是不聽我電話的方法 跟我分手 之後就寄了封信給我 就是 說他 真的承受不到覺得那個壓力 接下來會分開的壓力 那 而 因為我之後 隔了很久 很久 之後 是有再見過他 然後有討論 說過這件事 那他應該是真的 就是 因為接受不到Long D跟我分手 而不是因為有另一個 對 然後 也有一個Long D 但是那個 又不關 純粹是 後來發現了大家的價值觀 不一樣 所以就分手 那個 就是 那個 是 鬼佬 那 就 我們只是疼了 但是 總之 我們 我又想到多一個 真的很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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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X 都是Long D 總之 那個就是 總之我們一直E-Mail 就是幾個月 每天都可能兩個E-Mail 但是 沒有說電話 沒有什麼 但是三個月之後 就發現了大家的價值觀很不同 那就分開了 然後 有一個就是 剛剛說的那個 她打電話給我 打得好 因為我跟她剛剛好 瘋到12個小時 所以她晚上打給我 在我早上的時間 就會令到我很晚睡的時候 很晚睡 你吵醒我睡覺 我就會很躁 所以 然後 這個就是 超級神經質 尤其是我的朋友 我那個 之前說過我的朋友 跑去跟兒子說 我慢慢去抱 這個 就搞到他超級神經質 就經常在這裡 想檢查我 究竟在哪裡 就是因為 她不停檢查我 然後令到我覺得很煩 所以 你長一點 如果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信心 沒有一個安全感 就是如果她 長一點 其中一方 感覺不到安全感的時候 就會散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煩 就是 我沒有辦法證明到 給她看我沒有抱的 我沒有辦法證明到 沒有去偷吃過 但是她又經常這麼憤怒 那我就覺得很煩 那就分手了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那個男朋友 那 我一來都說了她很煩 那她又很煩我媽 而且 的而成 但是我也是混蛋 就是 我自己去了美國之後 可能 我剛剛去一個新的地方 我頭那個幾月 一個禮拜 其實那個男朋友 我一飛了之後 我去到美國的時候 其實她是做了一件令我很煩的事 因為那時候 我是找了一個朋友 沒辦法 我那時候都在那裡人生路不熟 找了一個朋友去 就是 給我住幾天 我可以搬入宿舍之前 給我住幾天 那個朋友是男生來的 那 我 我明白 我的男朋友是會擔心一下 但是那個男生 就是帶我幾年 還有是我學校的師兄 但是他也有女朋友 但是我那時候的男朋友 就是我一到步 那好吧 要打一個電話給他 先去 去報平安 然後 他就 他就要我 給那個電話 那個男生 聽 其實我不是很熟 雖然 我去他那裡住幾天 但是那個男生 就是那個男生 就是我那個男生 跟那個男生 就是有一點下馬威 然後他就令我很尷尬 那 那 我也很糟糕的 我也有一點點覺得 我那時候又要適應新環境 然後開始覺得我的眼界不同了 然後 所以我就探了 然後就有分手了 那當然我真的 是認為 就是可能 那個年代不同了 就是今時今日 你又有Facetime 我想說 那時候又是 因為 因為那個男朋友 就是我去美國那時候的男朋友 他又是很Paranoid 就是他會 他那時候還要打電話 我的電話 那時候還未申請到美國的電話號碼 然後他不斷打我香港的電話號碼 打到我那個月的萬油 一千多元 然後 被我父母丟到飛起 一千多元萬油費 然後他打電話去我朋友 就是我住在那裡 就是我朋友的家 那你又經常霸佔別人的線 又不好的 然後他又打電話來的時候 有時候我朋友在看電影 就是開得很大聲 然後他又在覺得 為什麼你的朋友這麼吵 或者我朋友可能在播音樂 那你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如果我跟別人分手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別人很煩 所以我才會跟別人分手 其實很幸運 我跟淡仔其實都差一點 長一點 其實我們去美國之前 其實他 我們決定去美國之前 其實他有想過去 考一個日本的orchestra 然後他打算跟女朋友一起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我們是無法維繫的 後來他 我有一點表達我的 不太高興 那時候他就說 想去做小提琴 那時候也很擔心 但是 他忽然有一天就說 不如我們一起去 那我就非常感動 我還記得 是在 他說我們一起去的時候 是在新城市廣場 的其中一條橋上面 剛剛經過完其中一條橋的那個門口 他就說 不如我們一起去 學做小提琴 那樣 如果不是一起去的話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100%的信心 我們可以維繫到 維持到今天這樣 那所以 對了 我沒有經歷過一段 成功的Long D 我也有朋友 有 但其實也不是 我好像也沒有什麼朋友 是Long D 而最後是真的可以 開花結果 因為我Gay Best Friend 其實也Long D了幾年 但到最後都是 我Gay Best Friend的單 反而是他Long D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事情 其實他 我都說我Gay Best Friend 和他的前輩都是有偷吃的 但是其實 他們Long D的時候 其實各自有偷吃的時候 他們反而是沒有分手的 是到了後來 我Gay Best Friend 回來香港 然後他們一起住之後 因為中間分開了幾年 就是那個生活習慣 經常有點不同了 相見好和住難 然後 到了他回來香港 然後 一起生活之後 然後 沒有辦法 受不了 然後就分開了 所以 我也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有Long D的話 都可以維繫到 但我覺得那個時差 那個問題 真的 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其餘的事情 我也覺得還好 尤其是你成熟 已經是成熟一點的階段的時候 不是學生時期 去Long D 但是 大家有心的話 都可以維繫到 但是 如果 時差 有一個很大的時差 而大家的生活 也是 可能大家都是回到 朝九萬五的工作 就是 一個很 Routine生活的話 就會比較難 一些 不過 沒有的 其實 你說不可以不可以 但是 如果你感情來到的話 你也不能 決定 不拍拖 這樣 所以 Anyway 這個就是 我對於Long D這件事的 看法 祝大家好運 祝大家都不需要Long D 可以找到一個 可以經常見到的女朋友 哈哈 或者 男朋友 好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再想想說什麼 拜拜 Hello Hello 我們又回到沒有雙傑的環節 這樣 雙傑去了一個 神秘的地方 所以 就變了我在彈降級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彈什麼好 插死自己 那我們彈什麼好呢 繼續在我這個 小朋友書那裡 找些小歌來彈一下 小朋友 《鋼琴小品集》 裡面也有很多個 嗯 嗯 是啊 努力一點 試試試考一下 八級 我看到現在那些八級歌 比以前那些更容易 很多 那可以試試 有機會試試 我們今天 試試 選了這首 莫扎特的叫做 Lageto Lageto 簡單來說就是慢 它這個中文上面 滲喚版曲 慢 簡單 就是慢 這個 在一本書的分類裡面 它寫著 是屬於這個 Gray 3的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這麼難 我覺得 還好的還好的 不去到很難的 那我們就試一下它 就對了 嗯 這個我也調整一下 哇 看到我的手了 立刻專業一點 好 放遠一點 因為現在有咪 那就可以 不用那麼近了 好 這個 沒有 兩個下 再次 四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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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你用四 再來一次,這個不錯 OK,好,剛才的後半句,再來一次 用四 用三 好,這個三 這個用二 四 聽不聽到我說話 嘗嘗嘗嘗嘗 不要弄這個位置 好,對了,那這裡就 要選擇一下不同的指法 就是這樣 因為手大和手小不同,我手比較大 所以有點優勢 好 這個先寫下 常常按錯音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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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拉琴和彈琴用不同腦 所以有時候看部份會有點模糊 所以我就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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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